道长 有个事你帮我姐姐 你说 我想有个孩子 女人的话让何安夏一脸猛逼 从未经历男女之事的她不明白此为何意 女人名叫王湘宁 结婚多年的她一直未有生育 如果再不能怀上孩子 自己就会被婆家修掉 我娘家几十口人都靠着我男人家吃饭 连我亲娘都跟着说是我的毛病 为了不让娘家这边难堪 她便来寺庙求前 希望可以求得一子 可道长却告诉她 出门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她的贵人 所以才特地来寻求何安夏的帮助 听着王湘宁说这一切 天性善良的何安夏很想帮助她 经过深思熟虑后 何安夏找到方丈 想从这里找到方法 婚姻殿底下有道门 求此的女人走进那道门 怀上的是别人的孩子 我问你 那些走下地道的男人们呢 是慈悲 还是阴险 我不知道什么是阴邪 什么是慈悲 我就是想帮她 听着何安夏的话 方丈不禁放声大笑了起来 而何安夏此时也从梦境中醒来 此时她的身前 已经放着一百钥匙 随后何安夏找到王湘宁 将其带入那道门后 帮其怀上了孩子 并约定以后永不相见 不久后 彭前五找上门来 索要原基数秘籍 师兄我跟你说过 原基数没有秘籍 师父传我的 都在脑子里 只有这个本子 我十多年 休息这门奇功的心灯 说着周西宇将心得送给彭前五 希望化干戈为玉伯 接过书的彭前五只是看了两眼 便直接将书扔进火堆 何安夏剑撞 飞身上前将书从火堆中捞出 眼见小背插手 彭前五十分不悦 紧随其后一掌将何安夏击飞 周西宇剑撞 立即上前和彭前五交手 两人在火炉边大打出手 有着原基数加持 周西宇很快占据上风 凌枯一脚将彭前五踹到地上 彭前五剑撞 一脚踹浪火炉边 趁着周西宇视线受阻的情况下 狠狠地将其踹到窗外 随后再次攻出一拳 欲要解决战斗 不料却被周西宇成功挡住 随即二人围绕柱子展开交手 在对攻数招后 彭前五率先发难 使用内力镇断防柱 持防柱将周西宇压在墙上 眼见师父有难 何安夏赶忙出手帮忙 不料自己却不是彭前五对手 被其打得口吐鲜血 直到这样下去 师徒二人必会命丧于此 周西宇赶忙施展原基数 月光顿时在身后出现 在月光的加持下 他重回巅峰之境 手中救下何安夏 知道自己不是原基数的对手 彭前五并未继续出手 主动认输离开寺庙 等走出大门后 他立即施展九龙河壁 恐怖的力量瞬间震碎庙内山石 周西宇见状 立即拉着何安夏离开 然后拿着扫帚不断飞舞 以落叶挡住碎石的攻击 听着庙内的声响 彭前五以为自己赢了 就在他推门而入的时候 周西宇却使用扫帚将其吸来 彭前五赶忙抽出腰间的长刀对抗 可一番激战之后 他也只是砍碎了扫帚 知道僵持下去自己必败无力 彭前五再次使出九龙河壁 周西宇见状 立即飞跃而起 借着月光施展原基数奥运 卷起水缸中的水猛然射出 将彭前五打得连连后腿 不甘心就这样失败 彭前五硬扛着水柱发动九龙河壁 恐怖的力量将双方统统炸飞 重伤的彭前五知道没有再站下去的必要 转身离开此地 和安夏看着原基数如此厉害 便恳请周西宇将原基数传授给自己 我活这么大 就喜欢我一个王湘宁 我都能忍住不去找他 我不通名不通力 不抱怨 哪怕练下了眼睛 这活肉魔我都不怕 我都能放得下 和安夏的话打动了周西宇 他当即决定收其为徒 并将原基数交给和安夏 他告诉和安夏 原基数分日练和月练 目的便是为了练出那七块无比的速度 只因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当年他和好友茶老板在山中休息 经过三年寒暑 终于练成原基数 同时也明白了世间万物的意义 听着周西宇的诉说 和安夏心中十分震撼 另一边 彭前吴拖着重伤之躯回到家中 看到父亲受伤 彭妻子赶忙寻找药物救治 却在抽屉中看到了一把手枪 在经过一番思索后 他拿着手枪来到寺庙 趁周西宇回房之际突下杀手 听到枪声的和安夏匆忙赶到 可终究为时已晚 他赶忙将周西宇抱回床上 想问出杀手是谁 周西宇对此并未说什么 只是让他将原基数心得 交给好友茶老板 这要我去见的 是茶老板 看着周西宇话未说完就闭眼 和安夏愤怒不已 他带着周西宇找到如松方正 想让其出手相救 哪怕就不了 也希望他能帮周西宇解脱 如松对此并未说什么 反而是将一条水泼在周西宇脸上 在冷水的刺激下 周西宇艰难地睁开眼 他一问为什么自己这一生 没有做任何坏事 也救了别人的幸运 却落得个这样的下场 他想不明白 如松对此并未说话 只是指了指 还在不断旋转的摇水里 告诉他一切随缘而转 听着如松的话 周西宇仿佛明白了 一切随缘而转 但他又遗憾自己 没能见到双修的茶老板 在你心里真的没有见到吗 如松的话勾起周西宇的回忆 想着自己和茶老板相识相遇 仿佛又遇见了一半 闭上了双眼 始终做好